Alright 這是你來台系列我是謝教練 家藥 陣容 藍教童 AKA 電交響 剛正好昨天有朋友留言說 為什麼我們三個禮拜沒有更新 我下午就有人遇到就跟我講 你們好像很久沒有更新了 其實這也是逼不得已 因為畢竟現在那個 我們的三三離職 但是你會看到後面那一群很吵的 就是新加入我們團隊的朋友 來小貓 小貓 那是我們團隊的新的成員 但是因為我們這個剪輯 剪輯目前還沒有找到人 如果大家有興趣要來當我們的夥伴的話 歡迎投履歷到 這個下巴IG或者是 這個傳奇球實驗室的 官方網站 傳email給我們也都可以 如果有興趣應徵我們剪輯室的話 好不好 那我們來看第一個食物這個是豬哥 豬哥 這怎樣打到一壘 打到一壘之後呢 火車過山洞 這顆是彎彎整整的火車過山洞 因為這一場已經是大比數了 對8比1了 這個是有不規則嗎 看起來好像也還好 然後尤規這一局就好像投得不是很理想啦 然後就回去了 就回去了 然後鏡頭一直照到他的家人 就 家人也來台灣幫他鼓勵啦 太溫馨了啦 好我們來看豬哥這一顆 你看 手套在幹嘛 他在接球的時候 完全的視線他是看前面的 他是沒有立下來看球的 有沒有大家可以看 換動作 他的視線是在於前方 不是在於球上面 感覺是用球桿去接球 對然後這個手套呢 拉起來的太早了 拉起來的時候 球剛好就從他的雙腿之間 從海邊過去啦 看一下第二顆 這個盜伯格15是發生什麼事喔 看起來是 牽制啦 牽制 牽一個爆頭啦 看一下這顆球 要丟的角度 萬斗啦 萬斗啦 他這一球是採用這個 退板的方式去丟 他是退丟 但是 為什麼左頭要退丟 要快啊 他想要快一點 但是我覺得 豬哥也是有責任 因為你看那個萬斗 不是很困難的萬斗 那你一個好的一壘手 怎麼丟萬斗 他都可以接得起來 其實整個內野的野手 在傳球上也是會很安心的 好我們來看下一個失誤 這個是真傳聖的8月29號的失誤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發生什麼事 啊這個是 那一天的再見失誤啦 再見失誤 啊 對啦再見失誤啦 就是他們五個人都守在內野那一顆 慢動作再看一下 這個球打得沒有很扎實啦 手套 手套彈簧啦 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啦 進手套之後又彈出來 手套彈簧啦 對啦 你的布陣已經布好了 然後又打進軍裡的布陣裡面 然後你那個手套沒有拿掉 還拿掉 手套還拿掉 應該是 因為這也是第九局嘛 九局下半 剛好在正面耶 在正面啦 在正面 剛好在九局下半 這就是選手心理壓力的 對抗的展現 對啦還是會啦 因為壓力的話 有壓力更沒有壓力 你的身體就會緊繃啦 對 在街球上就有差別 對阿 但是我覺得不用罵得這麼慘啦 就是 如果是他在第八局 有這個失誤的話 也不會被罵那麼慘 就是九局下半 這個失誤是再見失誤 然後又打進布陣裡面 對 又打進布陣裡面 但是又沒有守到 其實在年紀學的時候 好像比較很常見 就是在高張力 比較沒辦法冷靜啦 應該是不是很講 蛤 這個老朋友又來了 這個 老朋友是 直尾嘛 對 這個我們的 好 來 林直偉嘛 大檸檬 剛回來 大檸檬 大檸檬的 這我們之前講過了 直尾 我們不會客氣啦 這一看就知道是球場的問題 絕不互短 不是絕不互短 絕不互短啦 因為 你們這樣想嘛 對不對 你看 動作已經擺好準備要接球 這個球 注意看 最後一個彈跳 一 動作已經擺好了 有比較快一點的往上 有沒有比較覆規則 好像有一點啊 注意看 這一顆 這個彈跳 好像是有一點 好 動作已經擺好了 我想直尾呢 在國外已經 那麼多年了 適應的球場 比國內來講 應該是比較好一點 因為我們國內 有的球場比較軟 有的球場比較硬 所以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 那他在國外的人 比較適應 國外的球場 彈跳 那回來台灣可能 不要找理由啦 還要再適應一次啦 不要找理由啦 不是說好不找理由 不會找理由啦 因為我是在 站在他的立場呢 有啊其實 曾豪劇也說 大部分的失誤都不是 那個 他本身技術 對不對 來看一下陳雄基的失誤 這顆 三壘接到 沒有什麼難度的 一顆球 接到 跨步 還是往上 就是 奇怪這個 老經驗的選手 發生這個失誤 放球點上 還是有一些問題啦 對 因為手三壘的話 還是要有 好的臂力啦 因為三壘是 離一壘最遠的 我們這個 接 跟 電步都沒什麼問題 拿球也沒有 然後在傳球的時候 就出現了ミス 然後球就往上 這顆球還是一樣啦 因為他老將 排電上 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然後 趨了也是 你跟我們之前講的嘛 就壓到的時候 球就不小心他補了嘛 對 就往那邊飛 對啊 看一下這個失誤 胡東龍的失誤 胡東龍 三壘 這個球看起來 還是不太好接的一個 彈跳 可是我覺得這球應該是 往前 他手套是 留在身體 裡面的 有啊 他要往前 但是他的手 是沒有往前 他想要 往前屈前 又往後接的感覺 他往前的時候 手套是沒有往前的 有沒有 他手套是留在裡面 他如果往前去的話 沒有這麼乾脆啦 對 都屈前的 就乾脆 就我們之前做的 會比較好一點 好 就結合到了嘛 看在他今年沒有什麼 出現在我們週報的這個 這個頻率上面 不要罵他 然後他又這麼帥帥的 好啦 先給過啦 好不好 好我們看下一個 這是李宗賢喔 喔 這個滑接 接得非常好 第一動很棒 前面的接 跟滑 滑跟接啦 然後起身 傳 OK 都是在傳球上 出現一些miss 因為畢竟這個球 往 三壘界外去滑過去之後 那起來 因為距離要更遠了嘛 距離更遠 然後又要趕快傳 又要出力傳的時候 就跟投手一樣嘛 開心嘛 因為他變成下半身 可能比較難受的力量 對沒錯 因為他的動力已經 往三壘界外去去了 是沒錯 他又要趕快再把他拉回來 所以造成失誤的機率 就會比較高一點 不過我覺得 身為一個職業選手 這都是你們應該必備的啦 不是只有打腿 會夠打而已 那要打 一到九棒全部都排第四棒掉了嘛 那手臂也沒關係嘛 就是手臂讓人家嘛 對啊 就跟之前的那個兄弟一樣嘛 所以他還是拿了好多年亞軍 打不到冠軍嘛 對 所以 手臂相對來說 對球隊還是非常重要的 世系的維持啦 我是這樣覺得 手臂的話一定是會 帶給球隊比較大的安定感 來 這都來到我們的常客了 這是我們的天才阿飛 飛哥的 看一下齁 是不是有不規則 好像有 不規則啦齁 不規則啦齁 對吧 我們不會再把不規則 講成規則了啦 對好像突然彈高了 好不好 不規則我們就沒什麼好講了 不規則我們就一律略過啦 林哲兵 新人 新人 林哲兵喔 這一個失誤 喔 喔 其實他 我覺得他好像硬要 轉 硬要正面接球啦 其實 在接球的時候 該反手的時候 就要反手 會比較好接 那你如果硬要正面的時候 其實你的重心 是 比較難傳球的 對啊 但是這個彈跳好像也是沒有 這個彈跳 彈高了啦 因為彈高了 這也是彈高了 這也是彈高了 這一顆也是彈高啦 對 你看前面是低的 然後最後一跳 又往上了 對 我覺得剛剛教練講的 那個可以參考一下 我覺得這個 反手 反手可能會比較好接 那我們來看下一個 這個是 我們的 這誰失誤咧 打到二壘方向 林哲偉 喔唷 這個 腳滑了一下 哲偉啊 剛剛已經聽你講話了啦 球場 這次不是球場的問題了啦 是不是 是不是釘血的問題啦 釘血啦 那釘血是哪一個扛牌的 喔 有沒有 其實那釘血呢 前面幾隻爪 那也是很重要的 對 他如果只有 三個爪 跟四個爪 跟五個爪 那完全抓地力是不一樣的 喔唷 是不是 這個直接 腳滑了啦 那廠商是不是要針對我們國內的場地呢 然後去做一個 調查 然後再 詳細的給球員 這樣很難耶 這樣台灣有十五個熊場 沒有做十五雙丁鞋 我想十五雙丁鞋 對於廠商來講應該是沒有什麼 沒什麼 沒什麼大的問題 來我們來看下一個 這個是林無敬為 林無敬為 這個是發生什麼事情 接到 船 本海洞街 林無敬為 這裡有兩個點啊 我看一下喔 第一個林無敬為 傳的這顆本蕾 太靠近捕手了 所以捕手不好接 因為他要準備接球 然後又要touch 所以這個彈跳對捕手來講 是一個 是比較有難度的 他這顆球比較靠近本蕾 但是他 你大家注意看 剛剛有下雨嘛 因為他在外野接的時候 有見習那個水花嘛 對 水會讓草民加速 水會揮花 會加速 因為他比較靠近本蕾的時候 他又加速了 所以捕手在掌握上 就有一點miss了 好再來 你看頭手在捕手後面而已 加速 對 然後頭手在後面 很近 其實這是第二個點 鄭凱文的捕位 應該要在後面一點 我想這是一個投手 而且他身為職業選手 你犯了很大的錯誤 我覺得啦 你身為一個職業選手 應該是 基層棒球的一個表算 你這個捕位來講 應該是太近了 好來 我們下一個失誤 這個 靜凱蛋 靜凱 靜凱 轉打 收打 收打 然後又滑倒了 傳 唉唷 這個職位 是林之瑋啦齁 林之瑋我真的不用這麼說話 我真的 第三次 四不過三啦 你說你大聯盟的 我真的不用這麼說 你大聯盟就會傳球 傳這樣我才會掛到一台 基本上來講 這個應該是 簡單的傳一雷 還是會死啦齁 然後你傳那個一雷手 都沒辦法接 對啦 這個是有一點 不過是他傳的比較 也沒有 沒有差很多 沒有差很多 這樣子回來 沒有差很多 沒有差很多 我們就看他 一雷跑二雷跑嘴有沒有影響到 來看一下齁 不用了啦 不用再替他找了啦 齁 齁 這個出收點 齁對啦 可以啦 是不是 對嘛 林之瑋又滑了一下 這溫溪的嘛 溫溪的 好啦咧 這樣對 好來喔 這個張振宇的失誤齁 張振宇 好 這特色的啦 簡單的 唉唷 這個也是拿球沒拿好 看他 我猜張振宇 你還想比這麼好耶 是大家深受期待的一個選手 秀斗啦 秀斗 傳球上還是需要加油 不過這球是接得滿漂亮的 接得沒有問題啦 但是在傳球上 就是真的是 還需要再加油 對啊 感覺 腳步也沒有很乾淨 然後拿球 要快沒有錯 要快 拿球也沒有很利落這樣 但是還不夠穩 年輕人 年輕人 對啊 這個腳步感覺就沒有這麼的 流暢 他鋪這一顆 出去看 有啦 試中 有沒有 這個鋪下去 真的漂亮啦 這鋪得很棒 這個又是投手的彈簧 這樣直接 投手 投手不是最會這樣反手接的 怎麼來這樣 今天他如果用那個 用那個松佳友 他可能球就會黏住啦 但是他的松佳友 因為現在抓得比較遠嘛 所以 只有彈簧而已 沒有啦 去看抹哪裡啦 抹哪裡啦 我們這個投手 是張景玉的失誤啦 OK 然後我們再下一個 這是我們 郭俊玲 俊玲 我們這個 還有 這個是 牽制的問題 牽制丟歪了 大家可以看 有丟歪嗎 注意看 是遊擊手進來嘛 然後他丟在比較偏二壘的地方 當然 遊擊手進來就比較 不好接嘛 因為他偏的 偏二壘喔 好 再來下一個 又是投手失誤 這是Black 布雷克 這個慢動喔 布雷克 空手 直接空手 然後丟 電話球 空手 沒有拿好 完全沒拿好 就要丟了 對 他也是要快啦 因為他急著要丟 所以你看他拿球 他拿球到 推避的這個動作 其實是沒有很順暢 很急著就要 趕快甩出去 對 但是完全失準 這個準頭是完全快 對 沒有拿好 好 來下一個 楊夢妍我又投手 又是投手 對 又投手 就在錄 就在錄 錄錄就好 又是肯成師 這跟錄錄就不一樣了 投手 到底有在錄牽制嗎 最簡單的牽制 到底有沒有在做 我們在最基本的牽制 是投手 自己本身其實平常就可以去練了 好嗎 這打哪裡 直接丟我慢抖 直接丟我慢抖 然後打到誰的腳 直接丟我慢抖 這個失誤就非常非常不應該 因為閃了有人 對 今天如果 他如果背對的話 可能難度 可能還比較高一點 難度啦 或難度啦 但是他是面對的喔 來 下一個 我們棒棒糖 棒棒糖 黃正糖的失誤啦 這個失誤是怎麼回事 這球 喔 看起來又是不規則啦 看一下喔 好像是捏 大家看在草皮的時候 彈跳都是比較穩的 然後到紅土的時候 對 到紅土的時候 就彈得比較高了 比較高了一點 又壓起來 對 所以在他的 手套的預測上 有一點出路啦 對 好像是打到手 痛痛 最後一個 陳失重 又是我們失重 還沒混血 失重 他剛剛有那個 nice play 這次就失誤了 這一顆咧 新鴻啊 這個好像也 怎樣失誤 他有碰到手套嗎 有啦 他接到之後 掉下來 就在抓啦 不是啦 我看成Maskus Maskus Maskus Maskus是連跑都沒有跑到好不好 Maskus 他連球要跑都沒有跑到 他說他沒有碰到手套 要掉出來 有啦 他沒有接到之後 打到身體又在胸前 OK 這布里漢這樣子 其實蠻危險的 一樣啦 在最後一個彈跳 預測上還是 可是感覺是沒有不規則 看起來是沒有 對啦 這個感覺也沒有不規則 但是我覺得不里漢 這個接球是有點危險 如果是以投手 他的腳太早跨出去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跨出去的時候 有沒有 球才要進來 然後球跟他腳跨出去的方向 是不同的方向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相對危險啦 對一個投手來說 對對對 其實 不要去挑戰這種事情 會比較理想 好 那我們這週的週報就到這邊 對 好不好 下週見啦 下週見 想辦法下週一定要更新啦 因為我們還有另外一個企劃 一直想要剪 結果都剪不出來啦 所以我們就盡量 有沒有要投履歷 要投履歷的快 我們可以 對這方面有興趣的 有熱誠的 對 有熱誠的 我們可以來討論一下 我們要怎麼來進行這個 有想法的 對對對 然後喜歡棒球的 好不好 好那我們今天到這邊 掰掰 掰掰